現在手機越做越大 很快就沒電了 對啊 然後出門還要帶一個行動電源在身上 真的很不方便 來 這是兩位的給大家 謝謝 怎麼了 我要去冰的飲料 他給我那麼多冰塊 冰塊太多 沒關係 冰塊拿來 來 我這裡有個盒子 你知道我魔術室我可以變魔術 然後這個 把一些熱水倒進去 老闆趕快那個多餘的冰塊 就有用了 多餘的冰塊 我借幾顆總應該不建議吧 反正都不多的嘛 這手機是太久了 沒電了 沒電 這手機 來 手機沒電是嗎 好 現在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你看 他充電了 哇 好神奇喔 這隻手機居然能充電耶 這是 這個發明是什麼 這個發明是我最近 在研究的一個 叫做用溫差發電 來對手機也進行充電的充電模組 哇 這麼生氣 欸 停電 搞什麼東西啊 服務生 飲料送錯 現在就給我停電 欸服務生 搞什麼啊 不要生氣 我這邊剛好有帶一個 USB的LED燈 你那個可以用嗎 不知道 試試看 來 這電搞什麼東西啊 開電還不行 攪電費 試試看 欸 可以耶 亮了 那代表 我這個研究是非常成功的發明啊 這個是我們專題製作的成品 我們這個成品呢 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上蓋 即下面放置樂圓的盒子 我們的盒子呢 是用壓克力板做成的 它是用來放置樂圓的 上蓋的部分 是將壓克力板挖洞 並將散熱器片固定在壓克力板上 然後再將電熱晶片放置在散熱器片上方 然後使用方法 是將樂圓倒入盒中約8分滿 再將上蓋 蓋上 然後再將冷源放置於晶片上方 這樣就開始發電了 而我們這裡做了一個USB的接頭 可以用來模擬USB的供電 提供USB的相關的用品 像是對手機進行充電 或是對行動電源進行充電 也可以讓USB的LED燈亮起來 或是將USB的電風扇讓它運轉 而我們這個綠能源的小型的實驗 是希望可以將這個理念 應用在傳播上 因為在機艙中 有各樣的輔機及主機的排放的廢熱 如果能將這些廢熱回收變成電能 提供艙間的照明或是通風設備 減少電量使用 這樣子就可以讓傳播更經濟化 以上就是我們的介紹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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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